歡迎光臨 即將提出今天 決定位置資格的人 新攻略記錄保持人 請指定答題順序 記錄保持人就你啊 因為你答過九題嘛 但是沒過 沒過 Super Night開了 但沒過 對 我也是 嘉賓也是嘛 記錄保持人就你了 貝克宇 你決定答題順序 第一個誰做 第一個我吧 貝克宇 做第一個 對 誰做第二個 嘉芬姐還是蘇律師 不好意思 蘇律師做第二個就好 沒問題 為什麼不選他做你下面 因為我覺得可能這樣 比較快會輪到我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沒有 我剛剛說不好意思 我先說不好意思 你把他看沒有喔 沒有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相較那個律師跟 對 你知道 喜不清 你知道烏加芬啊 他是民主播 來三次 上三次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給你一次機會 他來兩次 是上兩次 他們兩個的強度來說 加芬可能更強一些 沙沙的 來 喜不清 機會賽 請就位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研究員 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 機會與命運賽制 提醒大家在機會賽 總共分成三個回合 在機會區一定要努力 達題成為我們的答題英雄 但是英雄不一定拿到大獎 因為有賴於你們在 命運區的夥伴 要按下命運之鈕 我幫你們決定獎金 因為在今天只有唯一一組 勝利的贏家 能夠拿到我們的獎品囉 請開夢幻大門 要送的我們所有開啟過 Super Night的得主們 我們今天的禮物 也特別的厲害 除了有居家清潔組 另外呢 還有季節家電 還有有氧運動器材 而且十萬大獎是運動紓壓椅 二十萬是家庭劇院組合 想拿回家嗎 努力搶大獎吧 再造傳奇 再創奇蹟 大家加油了 準備要出發 加油 只有三分鐘時間 請 處理 腦神經研究發現 學樂器有助於語言和閱讀能力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A 會刺激手指神經傳導 B 可以觸發聽覺運作 漂亮 好題目 飛哥贏 2分40秒 B B嗎 說定 為什麼不是A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學音樂 它是可以訓練 就是音感 就是你 對 聽覺的刺激比較直接 對 然後手指的話 它那基本上是在練的 就是技術層面的 比較簡單 手指是技術層面 對啊 因為其實這是最直 大家最直觀想 是假如說彈吉他的話 它彈琴嘛 所以是兩隻手都會要用的 但是實際上練的東西 不只只有你手 它主要是你彈的音 所以是聽這樣 對啊 彈得準不準 對 舒明淵搖頭 你反而搖頭 我覺得我會選AA 因為樂器我們叫 英文說play嘛 play play一定是有用到手 對 不管是鋼琴 吉他 或者是甚至關鍵 各種樂器 各種手 所以我的感覺是跟手有關聯 請揭曉 不要錯了 觸發聽覺運作 拿對面 GO 三位 好 這個聽覺 是我們所有的這個 神經系統裡頭 觸發的最快的 那這個困難的點 是要你要去辨別 你聽到的這個聲音 到底是什麼 因此當你學音樂的時候 你對於語言 閱讀 一切的能力都會加強 因為你一秒當中 你必須要處理上萬的資訊 去辨別這個聲音的來源 因此其實並不只是音樂 你聽到任何的聲音 你的都會對於腦部 是有很好的刺激的 所以美宜 假如你 你是不是那隻招財貓 我馬上就曉得了 OK 來 命運獎金數 請公布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命運成鳥 請 選擇 恭喜得到一萬元 對不起 還有兩分四十一秒 稍微在 稍微在 你 他才緊張了 你傻傻的 但你坐進那邊就曉得 我們要準備 第二題 請主題 這段會針對了台灣社群 與通訊使用行為調查 較多網友願意付費的內容是什麼 A 影劇 B 音樂 這個尷尬 還有遊戲咧 B B B 主題 追劇的人跟聽音樂的人哪一個多 我覺得聽音樂 你覺得音樂多 因為 因為照邏輯來想 聽音樂是你隨時都可以聽 追劇你一定要看著 要有時間 怎麼樣都要十五二十五 十五分鐘半個小時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我身邊好朋友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有 都有用音樂的軟體 但是追劇的 就是不一定每個都有 請 記住 你看 現在越來越多人願意在網路上 進行這些內容上面的付費 不過其實第一名 真正全部 最多人願意付費的是 專業技能 因此現在有很多知識的課程 都會有一些線上課程 大家都會願意去付費訂閱 第二名就是影劇的平台 再來像是音樂 或者是語言的學習 其實也蠻多人都願意付費 去多得到這些知識的 達力全轉移 好不好 蘇律師 不要過站不停 加油 好 請 蘇律 餐廳菜單常見到凱撒沙拉 請問他的命名由來 和什麼有關係 A 餐館主廚的名字 B 豪華食物的形容 我的答案是A A 蘇律 主廚的名字 這位主廚他是 他就叫凱撒吧 他就叫凱撒 所以他發明了沙拉 當然叫凱撒沙拉 感覺這個凱撒跟豪華 好像沒有什麼連結 凱撒大地 因為凱撒好像是一個醬 然後有些蔬菜 可能還有一些碎肉 所以感覺不是很豪華吧 我覺得 他說得很有道理 來 請接獎 答謝了 你剛剛的... 言談的最精采那一句是 那沙拉也不頂豪華吧 真的不好華 你知道在賣凱撒沙拉 做什麼感想 凱撒沙拉是在1924年 被發明出來的 那發明出來的這個廚師呢 他就叫做凱撒卡吉尼 當時呢 他是一個墨西哥裔 然後開了一個義大利的餐廳 結果在七月四號 美國獨立日的這一天 因為太多人來餐廳裡頭用餐了 所以最後呢 餐廳的食材幾乎都耗盡 但是最後還是有人點單啊 他就拿剩餘的這些食材 把它做成了凱撒沙拉 也是現在非常經典的一道美食 圓圓 Show time 換你囉 準備好 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請選擇 漂亮 一千元恭喜 這一千 真的不太多 靠你爸爸繼續打對 淑律師 繼續加油 好 請助理 請問生活中經常使用的 圓C最早是哪一種 職業的人發明的 A 老師 B 記者 我的答案是B 記者 來 說 順利 為何 原汁筆還被發明前 應該就是 古時候是應該是鵝毛筆 後來進階變成墨水筆 就是鋼筆嘛 那原汁筆比較近代 它是為了數據 對 他可能把墨水 鑽在一個類似 一個長的塑膠管裡面 為了數據 那哪個工作需要數據 記者嘛 因為記者採訪的時候 馬上寫 馬上寫 人家說什麼就要寫什麼 所以我覺得 以我的推論是記者 可是我們都是用頭腦記 我們都沒有用筆在記 是你 應該比別人聰明 這倒是 這倒是 人美不一定心美 所以我想自己注意一下 請揭曉 是老師還是記者 古書館 你看看 原汁是誰發明的呢 其實是來自於1930年代 有一個匈牙利的記者 大家都知道 記者必須要有數據嘛 那如果用鋼筆呢 常常要一直沾墨水 的確不是很方便 所以他就發明了 這種滾珠的原子筆 而且呢 要寫的這個材料是 各種材質都能夠寫上去 就像是有時候隨地取材 拿到一個餐巾 只要趕快寄一些資訊 也能夠寫上去 那所以剛開始的原子筆 它挺貴的 一支呢 就要十美元 相當於三百多台幣 圓圓 繼續表現 加油 爭取一點 來 請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請選擇 三個禮 但是乘以三 恭喜 三題 謝謝 的確是慢慢的成長 下一次就一萬 你忙你了 還是要靠我 疏離是當 你這個頭起不好 後面沒辦法 請一字 我們會用恐龍形容法官 那如果是法庭 讓人覺得不公平或不正義 會怎麼來形容呢 A 長頸鹿法庭 B 袋鼠法庭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 1分35秒 我的答案是A 長頸鹿 准定 拆的 算是推論 這又怎麼推 因為我的工作是在法庭 我是訴訟律師 所以在法庭上 你會覺得高高在上 脖子深得比人家長 好像很高的地方 在看下面被審理的人 包括律師 檢察官被告 反而不接地氣 不曉得到你 對 因為他在雲端上面 去看這些案子 我覺得他一定是 會有一些偏頗 對 他不公平或者是不正義 我覺得 這是我的推論 我被說服了 請揭曉 好 好 就是代表這個法官 他的這個判決 讓人家看不懂 就跟袋鼠一樣 因為袋鼠呢 通常我在野外遇到他的時候 他會先盯著你看 然後呢 突然他就會跳出 非常詭異的步伐 他的步伐是 你完全沒有辦法去斷定 他會往哪個方向跳的 就像是這些法庭上面的 法官一樣 他的判決 讓你覺得很傻眼 完全想不太得到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判定 傑芬姐 來囉 好 還有1分29秒 好 請主題 北國華盛頓大學生理學 研究指出 在浴室洗澡時 常會冒出許多靈感 請問原因和什麼有關 A 洗澡會讓人分心 B 洗澡會讓人專注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分心幹嘛 放空 放鬆 放鬆 然後享受那種香氛跟雨水 那種汗水打在臉上的感覺 你會靈感爆發 就洗熱水澡啊 洗澡很熱 對啊 反而不是專注 不 洗澡絕對不可能專注 專心洗乾淨啊 我哪個地方沒洗到啊 這樣我是不是都沒洗乾淨 很醜 我覺得我會分心 就能想念別的啦 對不對 對 就忘掉孩子啊 忘掉老公什麼的 忘掉家庭這個時候 這我一個人的時間 請介紹 確定了 你洗澡沒有洗乾淨 其實有時候 我們想要激發創意的時候 如果你越專注在一個事情上 這個時候你的思考模式 會變得很窄 其實非常線性的思考 你沒有辦法去觸發 其他的這個新的火花出來 到時候其實他們的研究 說有3B是非常適合的場所 一個就是Bad 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Bad 就是你在床上 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Boss 你在這個巴士上面 搭公車的時候 因為這些時刻 你的這個精神 是會比較放鬆 那你的思緒是會比較發散 在這個當下 你才容易會觸發 新的靈感跟想法 烏媽媽 林慧姐 是 該妳了 好 來喔 請出她祕密獎金書 同樣一百到一萬的組合 請選擇 恭喜得到一萬元 真棒 好 家門姐 好事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蘿莉 這兩個好像你不覺得 對 我很掙扎 但是我的推論是 如果用暴力的話 她會服氣 但是她不會認同 服氣嗎 就是沒辦法 在皮癲之下 你就覺得 好 算了 我不跟你計較 但是我內心其實是不認同的 是外在配合 對 外在妥協 我認同 啟啟小 對家人用言語暴力管教的孩子 最容易不服氣 就是如果父母對孩子做的 言語霸凌這樣的一個行為的話 反而會讓孩子覺得說 你是因為在道理上面講不過他 你才會用言語暴力的方式 所以多半個孩子呢 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不服氣 而且還有有些孩子認為說 他自己像是你的出氣筒 只是因為你自己情緒不好 才會宣洩到孩子的身上 甚至會有些孩子 產生了想要自殘的想法喔 答案力全轉移 剩五十秒 貝克宇準備 請主題 好特別喔 這個詞 的確有這個詞 三十秒了 B B 鎖定 五官裡面最先出來的是鼻子嗎 等一下 鼻祖是什麼意思 鼻祖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事情最創始 最原始的那個 那個 源頭 那這樣好像是A 你這是A 如果3D列印 你去想3D列印 要列印一個人的一個臉部 五官 對 你那個輸出 一定是從最突出的地方開始 所以我覺得不是 會比較像是A喔 而且照超音波的小朋友 他的鼻子是照不太照的 一開始到那個胚胎的時候 這是照不到了 對 我記得是看不到的 他一開始不用呼吸 他怎麼會有皮 眼睛好像是最先長 對 眼睛跟耳朵 好像是比較自鮮 比較早出來的 好像 對 沒關係 我兒子沒生過小孩 不知道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生小孩也太早了吧 親戒小孩 不要 做早生你的器官 怎麼樣 在明朝的時候呢 這個古人認為說 一個人他的胚胎初始的開始 先長成的就是鼻子 因此我們會拿鼻作為這個人呢 一開始的初始才會稱之為鼻祖 而另外呢 在書文解字裡頭也有提到 自己的字這個字啊 它這也是一個象形字 來源也來自鼻子的鼻 這最上面是不是 也是一個自己的字呢 所以因此在這個古代呢 大家只要稱呼自己的時候 要指著自己都會指著自己的鼻子 也代表這是人的初始 古人他有時候認知也就這樣算了 來 崔貝怡 換你了 好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金證哲 你認為他還在五號 沒有 我覺得五號是我幸運的 所以我還是繼續按一號 也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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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就改過來了 你傻傻的 沒有啊 一萬在你隔壁 你就只望著貝克宇再答對 來 請 出題 台灣研究發現 母親在與男孩談論哪一種 情緒事件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用 提問的方式延續話題 A 快樂情緒 B 難過情緒 B 鎖定 在談論跟難過的情緒有關的時候 會用提問的方式來延續話題 解釋一下 就我媽假如說 她如果跟我爸 有些意見不合的時候 她會過來問我說 因為假如說我是男生的話 她就會問說 怎麼叫假如你本來就男生 怎麼叫假如 就是 應該 就是說我媽會來問我 她就是會用 你如果是爸爸的話 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不瞭解男人 所以你每次有難過情緒的時候 就會去問問題 對 他是我最親的人 對啊 妳都能夠幫他 解決他的問題嗎 我們兩個有時候又像朋友 就是可能會給他一些建議 對 貝克宇 18歲會解決問題 好棒 不是 我們有時候不像母子 有時候又像朋友 因為他有時候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 他可以開導我 我會接受 對 請揭曉 我今天跟男孩討論 難怪的情緒 看來 那是你們家的畫面 所以研究人員呢 他們找來了20對的 母子或母女來進行調查 結果我們發現呢 其實啊 爸媽在針對小孩子的情緒 他們上面呢 其實在探討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如果是對兒子的話 兒子快樂的情緒 或者兒子有害怕的情緒 媽媽比較容易會多引導 想要再更加的了解 然後去為他解決問題 但是如果是面對女兒的話 如果女兒是傷心的情緒 或者是比較有恐懼 憤怒的情緒的時候 媽媽才會多加去引導 所以對兒子女兒呢 是有不一樣的差異的 打力拳轉移 書立書準備 目前獎金數最低的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B 來 好 剛剛好採線 剛剛好壓掃 快節奏的歡樂曲風 會不會太合理 我爸爸也失智 你爸爸 對 我爸爸失智 已經確診五年 五年 其實我覺得 我有看過一些文獻 就是說回到家 我會用一把吉他 幫他伴奏 跟他一起唱歌 然後我發現他會 他會有些互動 也許他忘了你是誰 但是他聽到那些旋律 他可以跟著你哼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比較節奏快一點的 比如說比你的心跳 我們是七十二嘛 好比說八十 一百 稍微快版一點的 會讓他比較有多的共鳴 我的經驗 來 記住 要醉啊 我就說太合理了 老師 症患者 如果你想要喚起他過去的記憶 其實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讓他聽老歌 那其實這些懷舊的歌曲 比較容易讓他連結到 他人生某一個曾經也在聽 這個音樂的那個時間 比較容易讓他想起過去的 那一些回憶 但是一定要注意 這些歌不要選一些悲哀的 那些曲風 會讓他陷入一個比較低沉的情緒 而另外比較好的就是 偏未來性的曲風 雖然是這個患者 他們望東西望得很快 但是感受是會留下來的 未來性的曲風 通常也是比較正向 積極的感受 也會讓他覺得在 在對任何事情 是比較抱持著 比較正向的一個心態 大概哪些歌 屬於未來性的曲風 電子音樂嗎 電子音樂 電音或者是 Custipop Custipop 很像我的未來不是夢那種 可是老歌 未來的曲風 不是歌名裡面 有未來這兩個字的曲 我搞錯了是不是 我播錯了 幽默的感 你是有幽默感的 就這樣子 目前暫時跟他報告一下 目前累積的是 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